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卫有三个哥哥离开家去打仗了 大卫的爸爸天天站在门口盼着儿子们回来 有一天爸爸对大卫说 你去看望一下你的哥哥 我非常担心他们 你给他们带一些饼和奶酪去 当天晚上 大卫把羊群托付给一个仆人照看 第二天天还没亮 大卫就照着爸爸的吩咐去找哥哥们了 大卫走了很远的路 终于找到了以色列的军队 忽然他听见山谷里传来一阵喊声 啊 一定是我们的人 非力士人开战了 大卫边想 边飞快地跑向山谷 大卫一眼就看见一个足有三米高的巨人 他穿着盔甲 握着一支很粗很重的大铁枪 巨人向以色列人挑战 我是哥利亚 谁敢迎战我 如果你们以色列人输了 就永远地给我当奴隶 大卫一听着急了 这个大块头竟然赶向上帝的军队挑衅 没人来教训教训他吗 可是大卫回头一看 以色列的士兵们都吓得钻进了帐篷里 连扫罗王也很害怕 大卫找到哥哥们想问个明白 哥哥们却向他大发脾气 这是战场 不是小孩待的地方 你们能告诉我 为什么没有人去迎战那个非力士人吗 旁边一位年轻士兵说了 谁能打得过那么大的巨人呢 一个老兵叹了一口气 我们根本就打不过他 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 大卫一点也不害怕 他高声说 我去打败他 让他知道我们上帝的力量 国王听说这件事之后 就把大卫找了过来 当扫罗王看见大卫的时候 他感到非常的失望 你的个子和年纪都太小了 格利亚可是一个巨人 放羊的时候 我曾经打死过偷羊的熊和狮子 格利亚算什么 上帝会帮助我的 国王想了想说 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就穿上我的盔甲吧 又大又沉的盔甲 差点把大卫压趴下 好沉啊 我连路都不会走了 大卫实在受不了 他脱掉了盔甲 仍然穿着自己的衣服 他拿着牧羊杖和甩石袋 去迎战格利亚 格利亚看见大卫就哈哈大笑起来 小子 你拿这么小的棒子 就想跟我打仗吗 小心我抓你 为娘 你别笑 今天我要让你看看 以色列人的上帝 才是真正的神 说完 大卫就向格利亚冲过去 一边跑 一边呜呜的 在头顶上绕着甩石袋 大卫用力一甩 石子 嗖的一声 飞了出去 正好打到格利亚的脑门上 砰 巨人格利亚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死了 菲利世人看见他们的巨人格利亚 死了吓得掉头就跑 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以色列人感谢上帝人们唱歌跳舞 庆祝他们的小木童 大卫打败了巨人格利亚 的确 大卫 实在太勇敢了 我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回答我几个问题 大卫的哥哥们去哪儿了 为什么大家都躲着那个巨人呢 大卫带着什么武器去挑战巨人格利亚的 大卫为什么有勇气去挑战他 有时候你会对哪些事感到害怕呢 当你感到害怕的时候 你会告诉谁 你还可以怎么做 好吧 这是我布置给大家的任务 好好的 想想董月阿姨的问题吧 宝宝加油 明天见